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今天 现在我们看到是在布雷巴特的一篇报道当中 引用了他这段话 我不知道他这段话是在什么节目上 他不是在CNN的节目上 那个女的主持人 那是另外一个主持人 所以他是在另外的节目上作为一个被采访的一个专家 一个学者也好 一个新闻工作者也好 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讲的 他讲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科学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人类生活的背景 人类生活的一切不能仅仅全都在科学上找到答案 而我们所遭遇的这个大疫情 问题太大了 远远超过科学的本身 不能够由专家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决定我们的一切 我觉得不容易 为什么 我们节目中讲的就很清楚 对吧 我们今天 陶哥就嘲讽着屁打头了 那嘲讽屁打头 我们否定的一切就是用科学解释的一切 很多人不愿意听 但是呢 当你稍微有一点正常思维的话 都知道 科学太幼嫩 太狭隘 太幼嫩 太狭隘 太无知 太无知 但左派的媒体 那这些学者 如果他能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 这就是天象的改变 感谢观看